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这个福音的目的 他揭露了他在写作中所遵循的标准 让我们听听 德奥斐罗君座 是给你写出来 为使你认清给你所讲受的道理 正确无误 卢家想以福音书 这前四节经文 告诉我们 首先他不想讲述 预言 传说 幻觉 而是想讲述发生 在我们中间的真实事件 他立即补充说 我不是我所写的内容的见证人 我本人并不认识 垃圾罗人耶稣 他是由那些从一开始 就是见证者的人 介绍给我的 这些跟垃圾罗人耶稣 一起生命的人 他们听到了他的讯息 看到他的行为 以及他所做的事 我们不禁要问 这些向路加介绍 垃圾罗人耶稣的见证人 可不可靠呢 路加和我们一样 他跟随耶稣 他不是因为他直接认识耶稣 而因为他从那些认识他的人 从可靠的见证人 那里领受了这个讯息 路加和确实 这些见证者 不是骗布整个帝国的说书人 骗子 贪财者 而是冒着生命危险 去宣扬主交托给他们的福音的人 他们不是福音所有者 不是想宣扬自己的想法 不是的 他们是为真道福音的人 路加还说 我不是第一个写这些东西的人 在我之前 有很多人都写过 关于垃圾罗人耶稣的东西 当然 马尔谷福音当时 已经在基督徒团体里面 流传了15年 还有很多谈及 垃圾罗人耶稣的小书和故事 这样 路加决定做些什么呢 他让自己参与到这个宣告里面 并开始有秩序地 极其谨慎地 从头开始记述这些事实 路加想赋予他的福音书的特点是 从头开始按照次序 讲述真实发生的事件 然后是 他将这本书 献给著名的德蒙匪乐 他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基督徒 送于有钱的匪利伯地方的团体 他愿意在经济上帮助路加 当时是没有版权税 路加必须生活 而这位基督徒主动提供必要的帮助 使路加能够完成他的作品 关于这个德蒙匪乐 我想说的是 如果他是这个为自己宣传自己 那么他就非常有技巧 因为直到世界终结 他都会被记住 事实上 路加不单在福音书的开头提到他 并且在中途大事录的开头也提到他 路加写福音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给基督徒的信仰打下坚实的基础 因此 他不是为使异教徒归衣而写 以为那些已经是信徒 并希望为自己的信仰打下坚实基础的人而写 如果有人问他们所做的选择的原因 他们要正确说明理由 信仰的真理不能够通过 无可争论的科学证明来证明 不能够 但是跟随基督和轻信无关 他和无知者的某种幼稚无关 他们愿意 不加坚实地接受所有预言 和这些无关 有非常好的理由去相信 而路加想在这里解释这些理由 如果我们想真实而成熟地去 立足在我们的信仰选择 这里路加为今天的我们 铺设了清晰的道路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耶稣在纳扎纳的光领圣的讲道 耶稣因圣神的德能回到加里纳亚 他的明星传遍了临近各地 打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 受到众人的清阳 他来到纳扎纳 自己曾受教养的地方 按他的习惯 就着安息人那天进了会堂 并站起来要中毒 马尔谷和马斗 都聚述了耶稣探访纳扎纳 即他所成长的地方 然而他们都将这个探访 放在耶稣公开生活的中期 一年半之后 耶稣决定去探望他的妈妈 他在会堂里面发表他的演讲 路加章的探访 放在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 他说这样做 不是为了给我们提供精确的时间讯息 而是出于神学和木灵的原因 他想一开始就介绍耶稣将要里行的使命 他将这个演讲 放在会堂安息日礼仪的背景之下 耶稣忠实地参加这个每星期一次的祈祷会 聆听天主的话语 路加用一句习惯说的说话 这一点 按他的习惯 就在安息日那天 尽了会堂 他还说给我们知道 耶稣自愿读经 在安息日的礼仪里面 有两段读经 一段是取自梅塞五书 三年里面 回申五书会完全被读完了 第二段读经是取自先知书 纳塞纳会堂是一个小村庄的会堂 他们肯定是没有所有的先知书 他们肯定只有耶稣二日先知书 由于这本书被不断宣读 他们肯定对这本书非常熟悉 我们还注意到 会堂长可能会邀请第二位读经者来讲读 读经的适宜必须符合当时的情况 现在让我们听听发生什么事 有人把耶稣二日先知书递给他 他遂展开书卷 找到链一处 上边写着 上着的神临于我身上 因为他给我负了由 在我们刚刚听到经文里面 有两个细节 好像记事 完全是多余的 如果你想读一本书 你必须打开它 然后在最后合上它 这是没有不必要的说明的 如果奴家注意到 耶稣二日先知书 显示他 显示他写书的原因 也没有人可以使先知门的 神欲得以应验 然后 然后 耶稣最后把书卷卷进来 并交给事役这件事实 意味着 旧旧已经完成了 道向耶稣的使命 还注意到另一个细节 耶稣坐下了 这些是立比开始上课的姿态 学生们站住聆听 这个意味着 现在的是老师说话 他们说的内容非常重要 即我们听到的是耶稣读的经文 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 因为他给我负了由 怕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训 这世日先知书 提到这个人是谁呢 他是一个受上主负由 为履行先知使命的人 他是天主在基督之前四百五十年 派给人们的先知 他使命是安慰流亡巴比伦 以后返回受苦的人民 我们记得在巴比伦发生了什么 流亡期间 在居鲁士大帝时代 出现了另一个先知 人们流放了五十年之后 起初被驱逐者已经死了 剩下来的是他的儿孙 这位流亡中的先知 开始坚持敦促以色列人 离开外邦人的土地 回回他们祖先的土地 在巴比伦 他们的信仰面临着危机 他们可能忘记自己是阿巴罗的子孙 是应许的子孙 在巴比伦 以色列人得到了很好的安置 他们不是奴隶 他们享有帝国公民的所有权利 当然他们必须交税 但他们工作 赚钱 建房屋 他们中有很多人发财 生活得很好 先知敦促他们回回去 但他们在巴比伦 搞得那么好 只有几个小群的人 是不是那么好 他们回到他们的祖先土地 一些商队从巴比伦 离开了 他们回来之后 发现什么呢 他们彻底失望 因为城市仍然一片废墟 他们祖先的土地 已经被外人占领了 那些是定居在犹太的厄东人 阿摩尼人 和摩亚布人 宗教生活在那里 萎美不振 定居在那里的外国人 引入了他们的神 他们的传统 他们的习俗 因此道德败位的现象很普遍 就是在这个情景之下 大约在公元前四百五十年 这位先知出现了 他自称是上主的神 付了由 来安慰那些贫穷 和受压迫的人 他说 上主的神临于我身上 因为他给我付了由 替我向贫穷人传报喜训 向俘虏宣告释放 向盲者宣告福明 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 宣布上主恩慈之念 当然 我们谈论的 不是眼睛的失明 而是那些 不再能够看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不再能够看到未来 不再唯有希望的人 而他就是被 派来向窮人宣布喜训的人 然后 向俘虏宣告释放 宣布上主恩慈之念 恩慈之念 即是欺念 戒时 所有债务将会被欢面 所有形式的奴役都会结束 然后 公义将得到恢复 这个就是耶稣 在纳扎纳会堂所宣读的预言的最初的含义 现在 让我们来听听耶稣 是怎样将他适用在自己身上 回堂内众人的眼睛都注视着他 于是他们就开始对他们说 你们刚才听过的这段圣经 今天应验了 当纳扎纳会堂内的人都注视耶稣的时候 他就开始说 你们所听到的语言 今天应验了 他将自己等同于 伊撒尔尔先知书所说的先知 他来到世界上做些什么呢? 首先 向穷人传报喜训 这些穷人是谁? 经师 法利塞人 圣殿司制都很有钱 他不着重从经济角度看 然而 他说他们在天主面前很富有 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向上主 献上他们的善行 功德 祭品 全凡祭 从而得到天主的祝福和赏 耶稣来向贫穷的人 向那些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献给天主的人 全部喜训 他们只需要向这个大喜训打开心扉 所以 这些穷人是谁呢? 所有人 他们必须意识到 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献给天主 从天主那里 我们只能够领受并感谢他 给那些穷人的喜训是 上主无条件的爱 一个史前无前例的喜训 以前大家都相信 天主会赏报那些 服从他命令的人 耶稣来说 天主的本性是 无条件地爱每一个人 甚至那些不宜的人 那些除了他们的罪之外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给天主的人 天主同样爱他们 这个大喜训 跟天主的商业关系已经结束了 现在是一种爱的关系 这样 好人和坏人都一样? 不一样 二人让自己参与其中 并理解这种爱 而恶人还不理解 也不快乐 直到 他让自己参与到 上主这种爱里面 此外 他们还做些什么呢? 洗手压迫者获得自由 一世日先知 用来表示获得自由 这个词是 对了 这个词意思就是 随去束缚 即是阻止我们奔跑的障碍 耶稣来将我们从一切 不允许我们生命 向前并在爱中成长的事中释放出来 而阻碍我们是什么呢? 阻碍我们在爱中奔跑的第一个障碍是什么呢? 是着重自我 考虑自己 考虑自己的利益 今天耶稣说 我来使你们能够躺开自己 去爱你们的兄弟姐妹 关心他们的需要 超越自己的利益 闯开自己的去爱 这是第一个释放 还有 我来使你们脱离偶像的束缚 如果你自己 把自己锁在财物里面 你就会传绩他 你是个奴隶 你没有办法去爱 我来使你自由 还有 我来是要将你这种 支配他人的欲望中解放出来 这种欲望 使你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我亦都来将你从恐惧 怨恨 遗憾中解放出来 这些事情使你成为过去的奴隶 过去的错误 必须在这个新的天主图像的光照下 提来看 这个新的天主图像就是 无条件的爱 因此你必须感受到被爱 即使你是个罪人 这个爱会改变你 从而使你快乐 然后是向盲者宣告复明 盲者是那些 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的人 他们会撞墙 伤害自己和他人 他们的生命没有目标 他们还未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这个使他们做出错误的决定 不能够使他们的人性得到成长 耶稣来打开他们的眼睛 使他们知道 给予善物以正确的价值 不将它短暂的 表面的东西 与真正的价值 有生命价值的东西混淆 全职财物 拥有财物的有什么价值呢 这些才是有价值吗 耶稣来让我们看清楚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不要混淆对错 不要混淆好坏 他们不是一回事 如果他不打开你的眼睛 你没有办法移动 在你面前一切的混乱 然后你跟随你的心血来潮 一时的冲动 适合你的 取缘你的 不用你的人性化 耶稣打开你的眼睛 他来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 这个是他对预言的补充 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坚持认为 他的到来使你摆脱 导致你受奴役 和让他人为你服务的冲动 耶稣的这个补充 是受以撒尔亚先知书第五十八章 有关真正禁食的预言的启发 真正的禁食 不是要低下头 好像奴蚁一样 也不是要躺在席纸上 或者灰盆上 不是 他意味着要打开不公正的监狱 打破手足上的枷锁 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 打破所有的枷锁 我们的冲动驱使 我们去支配别人 耶稣来使我们 把这种使我们失去人性的冲动 因为如果我们支配他人 我们就不是人 只有当我们 为我们的兄弟姐妹服务的时候 我们真正才是人 然后 宣布上主恩慈之年 即欺年 什么是欺年 它是防止全职的法律 防止心被这个世界的财物所束缚 防止对财物的偶像崇拜 因为地球属于天主 因为地球属于天主 在欺年 来宣告 今年 我们每个主日 都会有 路加欢迎的陪伴 因此 我们有机会 看到耶稣在纳赞纳 所宣告的这个计划的光灵 是如何具体实现出来 祝大家主日好 并有个很开心的星期 是一个好星期 是一个好星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